大家好,今天我们继续来讲解如何记忆单词的方法 那上次我们讲到呢,在英文当中啊,有十类词性 那么就一个单词来说呢,它会从某个词性转到另外一个词性上 那么这样的就扩大了这个单词的意思和用法 今天我们继续来举例讲解 今天举一个很简单的很常用的单词就是water 就是水 好,我们先来看它的第一个词性 water的基本词性就是当然是一个概念 就是名词 这里写个na,就是n就代表na 好,那么我们看看它的英文解释 其实这个水大家用中文就理解了 那我们这里用英文来解释一下 可以扩充一点词汇 a clear liquid without color or taste which falls from the sky as rain and is necessary for animal and plant life 好,那么就是说呢 意思就是 水是一种干净的清洁的液体 without color就是没有颜色 也没有味道 which falls from sky as rain 就是那么作为是从天上降下来的 那就是作为雨水降下来的 it's necessary for animal and plant life 水对于动物和植物是必须的 这个解释是比较简单的 比较简单的一个 我们不是说去做科学研究 就是大概的一个词译的理解 那么当然 其实刚才我讲我们用中文就理解了 为什么还要加英文呢 除了我们可以扩充词汇 同时可以学点语法以外 还有一个很关键的就是 如果长期学英文 要能达到能用英文来思考的话 那么在口语中就可以少做翻译 那么这样在讲话的时候 速度会加快 用靠翻译的方法 很明显的速度是很慢的 因为一边要想一边翻 那不是水平很高的人 也其实也翻不好 那讲出来的英语呢 就是Chinese English 这就是中式英语 所以我们这里都加了一些英文解释 这是为以后长期的学习考虑的 那么以后我们会 我会再抽一个时间 专门给大家讲 就是如何用英文单字 用英文字典 就是那种全音的 全部用英文解释的字典 来学习英文 那么今天我们主要是讲词性的扩充 那个就不展开了 那么这个水作为基本的词性 名词一个概念 它转到了 它的词性发生 转化了 它转到动词上了 那么这里大家 V就是verb 就是动词 就是浇水 我们看看英文怎么解释 to pour water unto plants or the soil pour就是浇 把水浇到植物上 或者浇到土壤上 好 这里下面有个例句 please water the plants in my garden while I'm away 就是当我离开的时候 请你给我花园里的植物浇水 好 我们看看这个 这就是这个watering plants 对吧 正在浇这个植物 好 那么今天我们讲的就是作为水来说 它从名词的水 转成动词的浇水 这个也是很容易理解的 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好 今天我们就举这个water这么简单 来给大家讲这个词性的转化 的实际的例子 因为上次我讲过一个原则 就是在十位词当中的转化 或者扩充呢 最多的是名词和动词的转化 或者是从名词转动词 或者从动词转名词 应该来说是名词转动词的可能性大一点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是我们记了一个单词 那么同时它有两个词性 比如名词动词 那其他我们就在用法上呢 就给我们提供了大大的方便 比如说我们说浇水 我直接用water加上后边一个冰雨 比如加植物就是给植物浇水 加土壤就是在土壤上浇水 那么就是就变成浇水的含义了 那么这个应该是不难理解的 好 那么我们现在今天总结一下 就是在构词法当中 三大构词法当中 转化法是三种之一 它的基本原则就是拼法不变 读音不变 就是同样一个单词 就像water一样 它的拼法还是五个字 它的读音还是读water 那么这种构词法来说呢 应该是比较容易理解的 因为它没有任何的变化 对吧 就是不要再新学一个单词 对吧 就用原来的单词扩充 那么读音和拼法都已经会了 所以转化法呢 是一种非常有用的方法 好 那么我们上次讲到三种 主要的构词法 包括转化法 还有 加前后罪的 这个词罪法 还有一种是合成法 我们后面再给大家慢慢的讲解 好 今天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Thank you very much See you next time